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無劇透影評是《催眠裁決》叫《大 Design》 在這裡也同時間提提各位 希望大家除了 Like 、 Share 這條片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頻道之外 也可以 Follow 同 Sam 先生的 IG 和 Like 我的 Facebook Fan Page 看看《催眠裁決》的製作人員列表 電影是由以東升擔任監製 而三位新導演劉永泰、黎兆君和施柏林 同時身兼編劇並共同執導 首先預告給我的感覺非常不錯 法務片近年也算買少見少 而今次《催眠裁決》的故事 將法務片中少有的陪審團審案後的退庭商議 作為重點戲碼 還加入了《催眠》這個影響著故事主軸 對觀眾來說挺新鮮的元素 以緊張感和轉折的劇情作為劇本最吸引的賣點 由於《催眠》和審案的過程都是民氣為主 所以這部份一定要有足夠豐富 而且要高低起伏的劇情才不會太沉悶 《催眠裁決》的故事是由兩條劇情線所組成 電影入局非常快狠準 介紹主角背景、案件上庭、危機、 漸言等等 開頭的劇情已經將整個故事的基調塑造得非常不錯 而且從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用和劇情有關的細節 在劇本設計上夠仔細和用心 而電影中前段的氣氛和細節都和後段有所呼應 在觀影過程中 觀眾可以從中考一考自己 留意到電影中有多少藏起來的細節和復筆 成為在劇情以外的另一種樂趣 《催眠裁決》完全做到緊張、轉折和豐富 《催眠》作為電影主菜 《催眠》的過程拍得很有設計感 非常有觀看性 以一些燈光、不同的物品、對白等等 令到戲中角色被催眠之外 《催眠》的觀眾都好像親身受到催眠一樣 而這些畫面設計和特技加強了演員被催眠時的演出 而且種類都頗多樣性 沒有了那種催眠典型黑板的形象 我覺得有些場面甚至有《Get Out 訪客》裡面 催眠畫面的質素 而戲裡面審案、商議的過程、節奏明快 原而有,曲折亦有 同一本法務片不同的是 關於停相對壘、辯論的部分 電影其實並不多著脈 劇本非常聚焦在作為重點的兩個環節上 沒有多餘的氣氛 亦是這套電影節奏這麼好 令人覺得精彩連場的主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 催眠裁決的第二條劇情線 是營救被綁架的女兒的氣氛 主要以緊張刺激的動作場面為主 兩條主線不斷交替 亦令整體劇情有漠漠緊張 充滿著高低起伏的感覺 我覺得催眠裁決唯一有少少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製造催眠的環境 需要用到一些蠻非常的手段 雖然不是什麼很繁薄的地方 情節亦好看 但難免會有種玩得太大、太戲劇化的感覺 又因為電影的前段已經給了很多小細節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有留心度的觀眾 到後段結局的時候就會少了些驚喜 還有就是我覺得劇情有些太過早揭曉幕後黑手 令到本身可以更加原意 未知解謎的劇情沒那麼精彩 也太過理所當然了 而電影結局部分的驚險情節 都好看得出是為了第三幕的高潮而寫成現在這樣 如果不是寫得那麼大 又會令到結尾部分沒有了高峰的位置 不過由於劇本整體情節都寫得很好看 好有心思 所以以上的幾個小缺點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的 不算太過影響觀影的感受 《催眠裁決》的劇本完整、豐富 將催眠、裁決兩個部分都寫得新鮮有趣 電影裡的文靜戲、動作戲互相穿插 製造了一整段緊張刺激、非常好看的過半鐘 演員的表現也很不錯 渣渣輝近年的角色都是偏向沉穩、內臉 反而有少少跳不出框框的感覺 今次飾演催眠治療師 是一個有計謀、有智慧、有膽識的角色 對比起《沉默的證人》裡同樣是有用有謀的驗屍官 今次的表現明顯就好很多 角色合理了果然會不同一點 而他和反派角力的部分都寫得很緊湊、很好看 而張兆輝飾演反派的角色其實沒什麼發揮 普普通通只是一個比較老土的劇情角色 而陪審團成員的其六位角色選角和造型都很不錯 角色設計都和劇情息息相關 各自都有發揮的地方 演員們都做得很好 特別是蘇麗珊、BabyJohn、谷祖霖、鄭則士都做得很出色 他們的表現這麼有火花 亦令到他們小組討論、被催眠等情節更好看 和充滿劇力 我會推介這套電影給喜歡緊張刺激劇情電影 又或者體驗港產景匪片的你 《催眠裁決》題材新穎 將兩樣元素融合得很有想法 劇情高潮疊起 文氣、動作器的部分精彩連場 《催眠裁決》是2019年一套 完成度非常高的港產片佳作 我對於《催眠裁決》的評論來到這裏 如果你是熱愛電影請你訂閱我 Sam先生 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你想快點知道我接下來會看什麼電影 又或者想在我出片前看電影的簡評 就快點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Fan Page 我接下來會做更多影評和關於電影的影片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Like 和 Share 這條影片 無論你看了還是未看這套戲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討論 我們下條影片見 Bye Bye